我的丫鬟是天玄女主 相貌好 财情好 京都上下都说她像兽主子 我像胖丫鬟 前两是她偷穿我的衣裙 背着我和太子偷偷相爱 我嫉妒她 一次一次陷害她 最后家族覆灭 我一惨死 第三次重火 时间重回定亲宴上 我坚定的说 我不嫁太子 我要嫁裴玄寺 我要嫁这世间最纹酷的子弟 我倒是要看看 她能不能震得住女主 4月7 春光大好 万物复苏 相府的西乡暖阁里 云桃匆忙回来禀报 姑娘 我亲眼看见春巢偷穿了你的衣裙 她的脸气的发红 从我醒来那刻 发现时间节点恰好又卡在了此处 云桃也照往常般气鼓鼓的准备叫小思去教训她 换作之前 我定然愤怒的将手中的茶杯砸碎 然后打她二十板子 从此让她在府中艰难度日 受尽欺凌 生不如死 可此刻 我拿茶杯的手都在颤抖 天杀的 没想到我沈金书有朝一日 竟会对一个丫鬟感到冷冽的距异 她大概就是画本里的天学女主 我也是在死了两次才明白 她是生来的凤凰 注定九天翱翔 逆盘重生 算算时辰 大概不过半课 爹爹肯定会带着太子陪赫行登门 我擅使满头大汗 急忙喊春桃 快 快将春巢寻来 若是在得罪她 恐怕不仅是我乃至整个相府都会成为她和裴赫行指守天下的陪葬品 现在春巢和裴赫行怕是早碰了面 他们俩已经一见钟情了 上一世 上上一世 我都未能克制愤怒 当众将春巢打了板子羞辱她 使太子对我厌恶至极 却不得不装模作样与我相欢 背地里却偷偷和春巢许下山谋 难怪前世我多次想要将她赶走 使了无数的绊子 反而弄巧成拙 名声败坏 惹人厌恶 到最后人走茶凉 满门落败 也罢 也罢 终究是我不争气 贪恋陪贺行的美貌 又无财无貌不懂收敛 得罪了春巢 太阳正烈 相府依旧人生鼎沸 热闹非凡 老爹为了谈成正门千事 特称我吉吉百艳 专门从杭州为我买一套 脆烟紧着薄衣裙 听说穿上后走起路来青纱摇摆 如莲花点缀 随风而浮 可历经两世 我都未来得及穿上这条裙子 前两世的过去 老爹带着陪贺行来寻我时 我正让小思将春巢 按压在地上 狠狠地羞辱他 现在想想错的是多离谱 还好重生的不晚 春巢彼时 刚被云桃压来跪在地上 第三世了 我学聪明了一点 并未出生处置 只是看着他解释 听他说不是故意的 茶逐渐转量 太阳斜射在日轨上 光阴寸寸湿 春巢的确很美 他的眼里升起清冷的倔强 在云桃一声声质问他 为何要偷穿我的衣服中 依旧不愿求饶 就像一朵柔弱清冷的小白花 灿若春花 年少怀春 我曾读过许多画本子 也正是无知和莽撞 使我根本没有脑子去考量 陪贺行为和会爱上我 而是天真的觉得 只要除掉春巢 他就一定会对我好 太傻了 也太蠢了 云桃还等着我一声令下 狠狠则打他 可令在场的人 都吃惊的是 我温柔地将他扶起 并将那套锦符送给了他 想是春巢贴心 知道这尺寸不合身 想替我试试 院外传来了小思的通报 太子和爹爹也来了 我掐准了时机 让陪贺行看到我对他心上人 如此体贴的画面 只不过爹爹傻了眼 他那一向骄纵漫漫横 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的女儿 有朝一日竟然对一个丫鬟这么好 还真是蒙在鼓里听打雷 弄不清东南西北 我精准地捕捉到 站在一旁的陪贺行 勉厉地失望和怅然 可他心机深沉 片刻便将情绪遮掩得干干净净 明明不喜欢我 还要装作欣赏我 压着吉利的声音道 叔妹妹 的确天真善良 随后 眼神还是不经意地扫向跪着的春巢 前世在宴席之前 我曾求爹爹一定要让陪贺行 第一个看到我穿盛装的样子 我想给他惊喜 给他 我所有的雀跃和澎湃 故而 爹爹特意将陪贺行带入暖阁 留我们单独相处 可现如今 夜戏快开了 衣裙也被别人穿了 原来命运颠覆早就开始了 我所求皆为空 所得近视赤银很早就注定了 没了盛装 我便让云桃为我准备了一件普通得体的衣裙 同镜内 我身材臃肿 妆容艳丽 相府的佳肴早未抗了我的腰身 此前听着众人的奉承 只觉得这是可爱风银 如今回味 这可不就是捧杀的迷魂汤吗 我忍不住偷看了一眼春巢 你觉得我美吗 问此一句 他浅浅一笑 眼力尽是隐忍和克制 美人在心不在皮 姑娘心慈 定然貌美 他顿了一下 质地有声 奴婢是穿了姑娘的衣裙 奴婢没什么好辩解的 多谢姑娘心词 他的回答天衣无缝 既是夸赞我漂亮 又暗含劝解 比起他来 我的确是无知又异性 以前我对春朝总是忽来喝去 大抵是因为嫉妒 嫉妒他神态清明 长相貌美 就算是穿着丫鬟服 可同我一道站着时 总比我要远许多 每每看到他 我就忘记了娘亲嘱咐我要内外兼修 反而一股脑的追求华丽的服饰和冰凉的朱翠 今日 我头次拉起他的手 温柔又关切 春朝 那件衣裙的确配得上你的美 屋外风吹阵阵 生机盎然 他那双极美的眼泥浮光流动 滋生了几分野心 变息上 众人都知 今日不过是打着生辰招牌的定亲燕 所以当高位上的皇帝 喜笑颜开问我 舒尔 今日朕不是皇帝 朕只是你的伯伯 我知道你从小就喜欢赫尔 今日伯伯做主 将你嫁给他怎么样 他们都未料到 我会果断拒绝 干脆 烈落 未带一丝留恋 好似当年追着裴赫行 满宫跑的人不是我 娘亲怕我是赌气 打着元朝说 舒尔有些害羞 可我摇了摇头 坚定的拒绝 皇帝伯伯 其实我从小喜欢的不是裴赫行 而是裴玄四 望皇帝伯伯成全 三两句话 把我爹下的腿发软 裴玄四啊 那可是京都最出名的纹裤 不学无术 专注享乐 是常出现在京都妇人口中 教育孩子的反面案例 多少世家大族 恨不得不沾他的一点边 皇帝老儿都头疼他的婚姻大事 是的 若是选中京都的富家千金 定然起了君臣嫌隙 可若选外邦公主 那便是给了他们造反的机会 其实我也并不是真想嫁 可只有他 皇帝伯伯一定不会拒绝 也只有他能保我相父一时平安 皇帝就这两个儿子 一个是妃子所生的裴鹤行 唯一重任 一个是皇后所生的裴玄四 纹固交纵 想嫁唯一重任的多了去了 可想嫁纹固交纵的 名门闺秀怕是没有一个 经我折腾一番 宴席的主角也一下变成了裴玄四 他本在悠闲的饮酒 听我心事淡淡要嫁他 不由的跳起来 哈 你真愿意嫁给我这个废物 我抛给他一个 你看我游的选妈的眼神 纯确笑的荡漾 愿意 我想嫁给你 很想嫁给你 一向不羁的裴玄四 没想到这么不惊动 他瞪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眨了眨了几下 话还有些结巴 那 那我也愿意娶你 皇后娘娘激动的都有些颤抖 陛下 陛下 你也得为玄四的婚姻大事考虑啊 全程 我都为和太子说一句话 等日落时分 宾客散去 他才凑到我跟前 我曾看到他这张脸会害羞 会喜不自胜 可今日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我便转身就走 他拽住我的衣袖 清冷的升线采了一丝慌张 说而上个月送我的鸳鸯荷包 说要和我长长久久 难道 都是假的吗 望着他那张冷军的脸 我总能记起他看向春潮的眼神 是划不开的温柔和深情 也是我从未见过的模样 第一世的天真愚蠢 和第二世的极度不甘 才让我对他的执着和缠绵 才化为了泡影 看到他 我的脑子里全是官兵冲进相府里的惨要 那时的爹爹和娘亲 也不知怨不怨我 但我想就算在最后的关头 爹娘想的也是远在冷宫里的我喝下毒酒时痛不痛 怕不怕 现在别说馋了 我开一眼都觉得怕 现在的陪贺行和阎王爷派来的鬼 有什么区别 我走得飞快 恨不得脚底升天 太子殿下 自由好的在等你 我记得前世 春潮就是在我与太子并亲后 才生出了逆林 多少次世子大会 为了出现风头 我多次让春潮为我写实作弊 好博得裴贺行的青睐 可等我与裴贺行并亲后 他当众拆我的台 在诗会上捂着被鞭打的伤口 孤傲的跪在地上 生意何惧 死意何惧 纵使你是相府前卿 可我也并非草芥令你百倍羞辱 今日我便撞死在这大柱前 愿上苍脸我才情 知我辛苦 更愿上天惩罚审经书 三生三世 不得善终 当然 他没死 裴贺行拦在他的面前 以婚礼在即为由 让我需要丑闻缠身 善待春潮 我这相府敌女做的是多失败 让一个丫鬟都觉得我无财无貌 配不上裴贺行 不过 任哪个千金或许都无法比得过他 虽然出身孤苦 从小就是孤儿 可他机智聪明 惠文惠一 还因救了英国公夫人一命水长船高 他和裴贺行的爱情更是可歌可泣 一路隐忍被我欺压 我以为早已将他赶出了府 没想到只是被金屋藏娇 躲在他安置的行宫里 成了他的女军师 我的作用 就是在他们携手画江山的故事里 充当一个无恼无德的配角 甚至死亡都是死得其所 罢了 这次的诗会 我下定决心好好准备 为了相府的几十条性命 拼了 我一口气让云桃找了三个私塾先手 娘亲以为我中了邪 拽着也要将我拉到相国寺 我又一口气戒掉了甜蜜的点心和鱼肉 吩咐厨房 擅使要做的清汤寡水 爹爹还以为我得了病 将皇宫的羽翼也拉了来 他俩开始轮番劝我 爹的心肝宝贝啊 你要是被鬼附身就眨眨眼 以前我从未在诗书上用过心 再加上定清这件事 也是我的突然决定 也不怪爹娘认为 又是我小孩子心性和裴贺行闹矛盾 毕竟我和裴神寺 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我是瞧不上他堕落又纹固 瞧不上他相貌平平 不如裴贺行俊秀 可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对春潮动心的男子 刘姬当时试会结束 裴贺行就找了各种理由 将春潮养在了宫外航殿 他被我折磨得一心求死 像开盖了的图米花 清凉又冷艳 那时他得到了自由 挂上了摇灵当行医 路上还救了一位受重伤的少年 而那少年 不是什么无名小卒 是气吞伤和 现一怒马的大江军方竹臣 他是侯爵士子 曾一战击退墙敌三千里 可这样的盖世英雄 还不算心悦他的大人物 比如 英国公的独子江南巡 更是对他一见钟情 要往古的大公子多次暗中守护 曾经我也从未想过一个小小的丫鬟 可以在京都翻云覆雨 前两世我自大到相信自己 随便下一道旨意 就可以轻轻松松处死他 真的 甚至在裴赫行登基后 拿他为妃子 我都觉得他不过是一个卑贱之人 永远都无法与我匹敌 我天真的以为只要除掉他 裴赫行就能回心转意 所以我明目张胆地挑衅他 构陷他 近乎疯狂地嫉妒他 可他就如同他的名字 春水点墨 陆睡花潮 他清冷 别致 像落在屋檐处洁白的雪 任凭我羞辱谩骂 任凭我史上各种阴谋诡计 依旧高洁 傲岸 所有人都喜欢他 所有人都厌恶我 裴赫行将我弃于幽公子生自灭 江南巡告我相府罪行庆祝南叔 方竹臣当众驴阶斩首我父母的头颅 而那腰王鼓的大公子 更是亲自配了一种毒药 苦涩入喉 使我身体疼痛溃乱却清醒自知 最后蹊跷流血 血尽而亡 我记得那种感觉 那种血流干的感觉 直到最后 我才幡然醒悟 我斗不过他的 因为我就是这个世界里恶毒的配角 因为看到他 我就忍不住的嫉妒 我忍不住的发疯想要害他 我不信我这么不如一个丫鬟 世上所有好的男子都喜欢他 而厌弃我 第一是我愚蠢不自知 第二是我不甘心的斗争 反反复复跌宕起伏 到最后不过是黄粱一梦 等待我的都是毒酒 死的那天 他穿着加冕皇后的礼服 居高临下的对我说 沈经书 我从不屑于你斗 我是穿了你一件衣裙 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何况我也对你贵地求饶 但你恶毒又愚蠢 多次害我 就算在华丽的衣裙穿在你身上 也无法遮盖你身上的恶丑 身为女子 我都替你感到悲哀 沈经书 下辈子不要那么坏了 上辈子 下辈子 这辈子 其实也不过是 我讨厌她穿了我的衣裙 五月春草生 湛蓝清澈 湖水如泉 这是变妖相看的好时节 我娘亲尤为热衷于诗惠雅极 曾几何时 娘亲也是精毒才女 只不过嫁给了我爹这个全身上下 写满混吃等死特制的顽固 我爹英明在于压对了宝 他对皇帝伯伯格外的忠诚 也从不参与政党 年少时 我爹是伯爵嫡子 即宠爱于一身 只是和皇帝伯伯 斗了一回屈屈而输了 便坚定的认为 皇帝伯伯可看大任 我娘也问 这是什么识人的法宝 她打开屈屈楼 娘亲一看 五个屈屈闷死了三个 其中一个瘦弱不堪 屈屈都能养得又肥又壮的人 自然也会看中江山黎民的死活 她要用屈屈去赢 也要靠江山黎民去赢 等皇帝伯伯上任后 正同仁和 经济复苏 爹爹被任命为相府 可他从不在乎名声 赵秀不上朝 不参政 吃喝玩乐 垂吊享受 这实在不是什么避免猜忌的英明手段 他也曾翻过一些孙子兵法 比之前进步的事 看到第十三夜才睡着 他只是单纯的懒 甚至皇帝伯伯都知道 任何人都有可能去造反 但我爹不会 我爹甚至觉得 多上朝一秒 都是对生命的浪费 罢了 我也随我爹 前世前前世 都是个贪图享乐的大混账 一晃月余 苦读诗书 我总算到达先人所说的一代见宽中不悔 为一笑的人憔悴的境界了 娘亲说我的腰伸瘦了一圈 皮肤也变得光滑细腻 这一月我鲜少出门 听说京都的风言风语不少 有的说裴玄寺又逛了哪家的酒楼 有的说我嫁给裴玄寺 只是为了气陪贺行 我们也终将会和好 娘亲身体力行 每日为我授课奖金 她看到我用功太甚 也含着泪嘱咐 舒尔 娘亲很开心能看到你懂得了内来检修 可娘亲和爹爹都希望你能够健康快乐 你能有自己的选择 你喜欢谁 想嫁给谁 娘亲和爹爹都同意 可娘亲不希望你只是为了气一气陪贺行 别拿身体开玩笑 想想以前我为了害春朝 热善良的娘亲为我求了许多阴毒的法子 我也真是活该被毒死 我拉着娘亲的手 再次宽慰 娘亲曾说过 一个女子最好的装饰便是德行 一个女子最好的行力是独立 娘亲 我只是忽然明白了你说的道理 无关我心悦谁 嫁给谁 也是从书中我集血的力量 我懂得未到结局 因之生死 五月初始的诗会 五月中旬英国公的寿宴 行宫葬礁和摇灵旧伤 每一个转折点 我都不会为了陪贺行 再去奔向悲剧 云桃刚备好马车后 春朝款款而来 她面若寒冰 穿着一袭墨绿色长裙 看到我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姑娘电话好大 哦对 姑娘可还需诗词 奴婢写了好几首 足以应对今日的诗会 并能夺魁 月娱了 我想着法子支开她去后院伺候 不进我身 每日派云桃监视她 我朝律法严格 牵了奴妻的下人 若被客戴虐死 也将受到律法的制裁 似有官官相护 可也在乎名望 加上前世 我都不曾将她放在眼里 也只在今世 才琢磨出了一切悲剧的转向 是从她偷穿我一群开始的 云桃说她现在守着花园采买的活 每日都会出门 跟了几次 每次都跟丢 重生还是迟了些 若是我能阻止她 让她再修改修改腰身的尺寸 也就阻止了她偷穿我衣裙 也就阻止了她恰巧碰到太子 阻止他们的一见钟情 或许 我也不用非得嫁给裴玄寺 保我一家平安 春巢 你不用跟着我去施会了 最近看你又瘦了些 还是在府中将养吧 可是姑娘 您不是想让太子懂您的心意吗 奴婢类些也无妨 春巢 你知道的 你比我美 我怕你抢我风头 她终于萌生了笑意 递给了我一张纸 那春巢便在家等姑娘 姑娘若想夺魁 便将这几首誓词背下即可 她淡定的离开 像一定有把握做成什么事一样 我在马车上翻开那张纸 笑得前腹后腰 云桃搞不清状况 一边催促车夫快点 一边又问 姑娘到底笑什么 诺 藏尾诗 每一句诗的后面连成句 就是绅士相约 这小件蹄子 云桃气得抓耳挠塞 姑娘 奴婢实在看不惯她仗着自己美貌出众就勾打太子 将她发卖了出去也好 打死也罢 她不能抢姑娘的风头 傻丫头 我叹了一口气 如果前世我早听云桃的话 将她发卖出去该多好 可惜那时我自信的以为 她不过是个卑贱的奴隶 不如留在身边慢慢折磨 现在太迟了 想来陪贺行已经和她优惠过多次了 怕是已经许下了海市山盟 拆起暗卫保护了 这样也好 放任 捧杀 我也会 撕碎了手中的纸 我笑道 还记得我交代给你的话吗 云桃脚侠一笑 记得呢 姑娘放心 我塞了一堆能说会道的丫鬟公子春巢 绝对让她手不能提 肩不能扛 马车缓缓行驶 我看着京都风景如旧 心神荡漾 古人云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不知天选女主春巢 在被众人追捧时 能否依旧保持初心 丰庭院集齐了天下才子 皇帝伯伯为了招纳闲事 一年一度在这里举办世会 无论是千金小姐还是寒门贵子 都来者不拒 过去为了赢得裴鹤行的另眼相看 我没少参加世会 背着春巢写给我的诗词 迷失在一句一句的吹捧中 可今日 他们讨论的话题都在于 沈经书怎么变瘦了 世人大抵都对豪门大家的趣事感兴趣 我和裴玄四能成为谈资也不足为奇 当今皇帝虽立了皇后 可谁都知她心中真正所爱的是裴鹤行的母亲 是妃子 皇后不过是为了稳定朝纲不得已的联姻 皇后面容平凡普通 若没有雍如华贵的衣着首饰衬托 真的会淹没在人海里 可裴鹤行的母亲 是从小和皇帝青梅竹马长大的规格小姐 家世背景虽然比不上皇后的一半 只是她胜在拥有倾国倾城的容貌 以及不输他人的才学 裴鹤行长的吉祥她的母亲 从生下来就备受瞩目 一路升到太子 而裴玄四只是政治联姻下的产物 相貌平凡 又没有帝王之才 好似就是为了衬托裴鹤行而胜的一般 我曾迷恋裴鹤行到觉得嫁给谁都是痛苦和将就 前世压根都没有注意过裴玄四 他一直待在昏暗的角落里 唯有沾到裴鹤行的光 才想起还有他这么一个人 也因为我 他首次登上了谈论的榜首 思绪飘远 不知什么时候 裴玄四已经站在了我身边 他瞪着大眼看了我好几遍 伸出手戳了戳我的酒窝 你不会是想我皇兄想的都变瘦了吧 连他也听了不少的闲言碎语 想来皇帝伯伯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才犹豫不决为夏拼定亲 射了一圈后 妆容也化得简单清冷 我不想再出什么风头 一群穿着京都内并不实心的清平调 这是一个澄清流言的好机会 我拉住他的手 亲密的想要靠近他 玄四 其实我早已对你情根深重 只是觉得自己无才无德 貌也逊色便有些自卑 我是为了你甘愿如此 语调平缓 笑容透着和稀的暖光 裴玄四的耳朵尖悄悄染上了红 从未有人说喜欢他 也从未有人说一心想嫁给他 一紧张就结巴 他脸红着反驳 胡说 谁说你无才无德的 胖 胖一点多可爱 你别听他们胡说 我顺势递给他一个香包 上面绣着鸳鸯图案 背面还用丝线勾勒出了一个悬字 歪歪扭扭 别搅得很 我有些局促 我才刚和娘亲学私绣 本来想绣个四字送给你 可笔画太多了 我的记忆也不精湛 只能给你绣个玄字 等我练练绣得更好了 再替换给你一个新的香包 他像接到了西域进宫的宝贝似的 那双大眼睛忽闪忽闪 玄字也很好看 狼情惬意 原笑艳艳 当裴鹤行风尘仆仆赶来时 又觉得这幅画面十分刺眼 我和裴玄四端坐在宴席之上 看着众人都是血条 好不畅快 要说以往 我一旦听到裴鹤行也会出现 必是要抢得魁首 出尽风头 可我初期的安静 安静到裴鹤行坐到我身侧 与我搭枪 我都偏起身来 声音飘渺 舒尔 我总觉得你变了 好似换了一个人 她低着头 容颜惊艳 像沾上凡尘的折仙 抿了一口玉制的茶杯 她又继续道 舒尔才学不浅 为何不去展露一番 她要不说我还差点忘了 春巢给她写了那么多的诗句 我已经想好了对策 今日终于正眼瞧了她一次 或许是许久不见 她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讶 又很快恢复如常 她想与我一起走至人群中间 手都伸出来准备拉我 可我脚底抹油般走得飞快 站到中心 大声被送出了春巢的诗 无论评作论调 还是引经据点 起承转合 都显介得恰到好处 尤其是最后那局蚕西剑落明朝约 大有柳安花名又一村的景意 他们开始吹捧 产未说我是事先转世 只是没想到我画风一转 开成公布 我才书学险 哪里写得出这么好的诗 这是我家婢女春巢所作 她才是真正的才女诗仙 丰庭院聚集了天下 所有热爱诗书的才子佳人 下面哗然声不绝于耳 接着我让云桃 将我早写好的诗词拿了出来 这全部都是春巢的著作 是前世我偷来背诵的诗 即使今日 我终于明白 只有真正的富有诗书 才能看透人性本质 看透这吹捧不过是尘埃杂志 不是菩提 无需入耳 在场的所有人都在讨论春巢 有人说她已经可以算得上 金兜才女榜首 我看着坐在高位上的 裴赫行脸色铁青 她定是能听懂藏尾诗的 每一个含义 讨论声越来越热切 那些远道而来的才子 让让自己不虚此行 竟能品商这等好诗 计谋得逞 我回到角落里 用纸写下了自己 不入流的小诗 顺势拿给裴玄思看 你可不要嫌弃我写的不好 我只给你一个人看了 她读了半天 挠着头对我笑 外人都说你愚蠢 捉笨 还好高骛远 今日我才真正算是了解你 你不嫌弃我不读什么诗书 我又怎会嫌弃你写的诗 日光下 我看着裴玄思 忽有一种同病相连之感 我太懂了 太懂被遮盖光芒的滋味 也太懂被迫成为衬托之物的滋味 若是没有我 或许她依旧淹没在凡尘中 无人搭话 也无人靠近 毫无存在感 我轻轻碰了碰她的肩宽为她 没有人规定 我们一定要成为与天同寿的大英雄 小草有小草的福气 大树有大树的遮阴 玄思 你做你自己的时候 就是小小自己的大英雄 这场诗会倒是让春潮又惊又喜 惊的是我并未盗取她写的诗词 喜的是她成了才女 不少是家大族递来拜帖 也想让她教习诗词 如今房间很少有人在去提什么 我只是为了弃一下裴贺行的话了 风平远落 我躲得离裴贺行远远的 见她如瘟疫一般 世人皆知 我是真的喜欢裴玄思 现在无论是茶坊还是说书馆 春潮都成了讨论的话题 连府中任我派遣的丫鬟 也个个围着她转 我下令让众人优待于她 支持她读书论史 支持她去对事结社 结交挚友 不过我依旧不敢掉以轻心 皇帝伯伯还没有下旨定亲 那我就会有嫁给裴贺行的风险 必须时刻防范 想不到我沈经书有朝一日 竟然为自己以前疯狂迷恋裴贺行的行为 感到恨铁不成钢 哎 那这火就还得烧得再大一点 大到扑不灭 大到皇帝伯伯彻底相信 身时一到 云桃派去跟踪春潮的人 毫无疑问依旧失踪 可能保护春潮的暗卫 就藏在相府的角落 上一世 我偷偷雇佣杀手去杀他时才知道有暗卫 当时伤心不已 不明白裴贺行为何要保护我讨厌的人 我听信他金屋藏娇的理由 也信了他保护春潮的说辞 因为我不愿相信 真正的理由是他爱他 不爱我 身时已经过了许久 出去采买的春潮终于回来了 只是他面带愁容 眼睛似乎含着泪 云桃很是奇怪 姑娘他为何伤心 现在外面都在追捧春潮才请不输世家大族 他应该高兴才对啊 要是我都乐疯了 真是傻瓜 我捏了捏云桃的脸 看着他天真无邪的模样 想起前世他为了护我 主动认了我害春潮的罪责 这一事我不想让他再为了我去冒险 随便找了个理由胡周 他大敌也有他的伤心事 如今裴贺行正需要借助相府的声望 来获得更多全臣的支持 他不是皇后所生 不是嫡子 这皇位完全靠皇帝伯伯对他母亲的宠爱支撑 若是一招失宠 他很怕自己的殊荣就此葬送 最稳固的方法是获得我爹的支持 对 我爹虽然不上朝 不参政 可皇帝伯伯对我爹是尤为信任 遇到什么烦心事都会来相府 和我爹像兄弟一样斗曲曲 下象棋 使而垂掉乡野 自由自在 我对他的冷漠 加上失去的葬伪 那么明显 让他慌张 不知现在的春朝 是否可以皇权匹敌 可他掉眼泪了 或许 这已经是答案了 5月15 英国公寿宴 相府已经收到了败帖 前世也是在这里 英国公夫人不小心失足落水 春朝舍命相救 最后英国公夫人 亲自来向我讨要春朝的集气 我不得已放了春朝自由 方便了配合型金屋藏娇 这中间差了14天 我日日缠着爹爹教我游泳 他特地重金在家修建了温泉玉 请了衙门水性最好的女补头来教我 爹爹百思不得其解 爹的心肝啊 你学这些做事 怎么急急之后 你变得如此前奋好学 以前有你趁着 爹还能少爱你娘的吗 现如今你娘看我的眼神是越发嫌弃了 我起了坏心眼 捉弄我爹 是啊 娘亲最近可是时常发呆呢 会不会想起他幼时喜欢的大将军 爹爹你要再不锻炼 恐怕娘亲真的会移情别恋 这14日 吓得爹也开始蹲起了马步 娘亲甚是欣慰 看着这个家欣欣向荣 没有了以前污浊之气 她也拾起了自己的爱好 请了舞蹈教习清歌漫舞 我每天都会和裴玄寺通信 皇后娘娘对此尤为关切 隔三差五派人往相府里送东西 还教裴玄寺也会讨我的喜欢 她也怕 怕陪贺行上位之后 裴玄寺彻底没有了容身之地 倘若被靠相府 我爹那全城关系处得十分牢固 定然能保一世平安 前世若不是我做死 爹娘也不会落得当街看守 也不会让不参政的爹四处奔走 求皇帝饶我一命 让财秦横溢的娘亲 变成了骇人的帮凶 无论命运如何颠覆 我都不会再重蹈覆辙 我要让爹爹 娘亲 春桃 让相府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快乐的地活着 云桃想了各种理由 让春桃留在家中伺候 可他铁了心 跟我去英国公府 孤傲的他第一次跪在我面前 姑娘放心 奴婢只是想讨一个答案 一定不会抢姑娘风头 云桃说 从那次身世相见后 他便再也没有出门过 讨答案 无非是讨陪贺行 是否爱他的答案 这火 总算是要烧起来了 我望着春桃 望着他那张冷艳绝美地脸 笑得愉悦 好啊 那便穿上我赏你的那件衣裙吧 重生以来 我鲜少真正去面对春巢 两世了 说不恐惧是假的 我避着他 避着他的光环 又捧着他 牵手为他打造一座牢笼 所有命运的转折都被我转为为安 我没有责骂他穿我的衣裙 我也没有盗用他的诗 可今日 我知道 无法躲开 皇帝伯伯一朝不赐婚 我便一朝不得安宁 因果公宴 便请民门 爹和娘早准备好了家里上门拜贺 虽然我在京都名声极差 可娘亲和爹爹那是出了名的好人员 我那老爹自从被我捉弄之后 鲜少再去捶吊斗鸟 反而热衷于类似武功的三大武术 裴赫行想趁着这次宴会 送我爹几只少见的鹦鹉 可他看了一眼就放到了一边 缠着裴玄四海 未来贤婿 你都能让我心肝宝贝 千金对你另眼相看 快娇嚣我 不然我这老丈人的地位不保啊 自从我坦诚相告心上人是裴玄四后 他也不再是透明的衬托 渐渐的 世人开始夸耀 二皇子虽然才学匮乏 也没有帝王之相 可他武功了的 倒是安邦建国的好手 我爹看到他挂着香包 笑得更加灿烂 你竟然能让我食指 不沾阳春水的宝贝各大为你绣香包 贤婿 以后本相给你混了 二反正不管是什么宴会 我爹都是闲眼包一枚 我及早踩好了英国公夫人要落水的地点 安排云桃守在那里守住带兔 为了壮胆我喝了些酒 刚想叫春潮再给我倒一杯 回头看他已经没了饮 这时候云桃匆匆来报 姑娘 英国公夫人往湖边去了 得了 还没壮够胆 戏台子已经搭好了 五月虽已到春天 可到春寒依旧冷得很 我忘了眼娘亲 她正在夫人堆里聊得畅快 不知听了什么八卦 边无嘴笑边惊讶 我的心里暖轰轰的 又好像什么也不怕了 小鹿蜿蜒 假山停靠 远远望见英国公夫人走进了回去 我一步一去的追赶 终于在她落水之后 也被推下了水 连呛了好几口水 我紧紧拽住了英国公夫人扑腾的手 夫人 夫人别怕 我会救 救你的 好在云桃嗓门大 她这一口 脚步杂乱 所有人都围了起来 我爹和我娘差点就要往湖里蹦 娘亲当场急哭 舒尔 我的舒尔 你一定要撑住 五月 水冰冷得很 体力和温热慢慢丧失 英国公夫人牢牢的贴在我身上 她贴了横飞 还给我不停安慰 裴神四率先跳了进去 她用衣裳包住我的衣裙 再将英国公夫人托给营救的侍卫 帮我上岸 水枪的我说不出话 可我却觉得庭院中浓密的树木枝条 是如此春一样然 湖心亭内透出曲折的阳光是那么温暖 平凡而又普通的裴神四 也会令我怦然心动 她不像裴鹤行那般冷却 也没有大将军方竹臣那样的桀骜 她只是安静的当个配角 没有打扰任何人 世界仿佛静了 静到我只能听到她的声音 伴着急促的呼吸 神经书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这是她第一次喊我名字 英国公夫人亲自安排了厢房 让我更换潮湿的衣物 我这才有机会和她独自相处 锦王说出我心中的疑虑 夫人 你不是失足落水的 是有人推 有人推的 我记得很清楚 正当我想尝试趁她没掉进水里时拉住她 可有人推了我一把 力道很轻 不似男子 她好似明白了什么 紧皱着眉头 面色凝重 今日多谢 舒尔舍命相救 此事我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她出去一趟 不知交代给夏儿什么 在回来时 面容明显多了几分愁思 爹爹和娘亲 吓得不轻 等我更衣出来后 拉着我的手就是不松 宴席又恢复宁静 心终于落到了地上 我安心的啃起了 白菜帮子 修身自律了那么久 不能被肉诱惑到 直至日落黄昏 我都未见到春巢 若不是英国公夫人特来通传 找到了吞吻入水的凶手 我怕是连上一世都蒙在鼓里 我应该笑 笑着天选女主 也逃不过爱恨称痴 逃不过七情六语 逃不过不甘与痛苦 英国公夫人是武将出身 自小就在军营里长大 他什么人没杀过 什么诡计没见过 从我说出是被人推落水后 就起了疑心 这府中的人早就筛查过 绝不可能是国公府 那便是外透的 他又查了管家参院的名单 细问了随从仆人 唯有我的丫鬟春巢不在我的身边 若是春巢长相普通 或许你那么显眼 偏偏她貌比天仙 又穿着我刺她的衣裙 行走之间 很难让人不注意到她 找到她后 英国公夫人让人翻了翻她脚下的鞋 果然上面沾着泥土 我的丫鬟春巢就这样 成了英国公府的犯人 她不肯招 嘴硬得很 可她倔强又清冷的容颜 并不会换取英国公夫人的好感 一块烙铁下去 一群散发出了烧焦的味道 皮肉沾着火花滋滋作响 行器都用尽了 她依旧挺立着望着门口 像是等待 等待什么人 宴席结束之后 我久久不能回神 前世是英国公夫人落水 春巢旧的 我在想 会不会前世 这也不过是她和裴贺行的计谋 想要依靠英国公拿走我手中的机器换取自由 那 方主臣呢 我写信交代裴玄寺 让他一定要守在京都城门处 或许能够救起这个先鹰怒马的大将军 我虽然极恨他杀了我全家 可他守护了一方黎明百姓 守护了和平 若是今世裴玄寺救了他 也能两全其美 五日了 英国公夫人说 春巢依旧什么都不肯招 裴贺行好似不认识春巢般 上朝 参政 甚至还有空来相府讨好我的爹爹 黄泉之下的爱 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破碎到风没吹 就已经散了 推国公夫人入水 等于是谋杀王公贵胄 若真是春巢 这一世我便不用去斗了 可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或许这一切 也只有春巢能解开 威风凛凛的大将军方竹臣 手掌兵犬 大杀四方 在出现时 使一身的伤 被一匹老马驮着到了京都 被救后的第一句话 他拉着裴玄寺的手说 有人 有人想杀我 这一世我扭转了太多改变命运的瞬间 此刻就其他的人不是春巢 是我和裴玄寺 我们请了宫中资历最深的御医 用尽良药 才算保住了他的性命 而前世 他的救命恩人春巢 如今正满身是伤的站在我面前 手脚被绑着 那件摇曳生辉的衣裙 被烙铁烫的融化 他看着我日渐消瘦的腰间 和干净洁白的容颜 一时之间有些失神 姑娘瘦下来 原来这么好看 她的眼角带着泪 其实我也心里很乱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离真相很近 春巢 裴赫行要娶妻了 这是第一次见她流露出绝望的表情 任命一般颓废 姑娘和裴赫行 却是般配 不是我 那是 是英国公千金 这个消息是裴玄寺告诉我的 在方竹城被医治后 裴赫行主动向英国公千金提得清 半月的酷刑 她已经被折磨没有人样了 当始终坚持的信仰被击垮时 或许人都会疯 春巢 春天的朝露 她破碎在了人间的阴暗里 嗓音嘶哑地喊着 为什么 我可以接受是你 可为什么是她 明明她说过 只要我救了英国公夫人 就可以得到自由 和她再无顾忌的相爱 她为什么不来救我 为什么娶了别人 为什么 为什么我拥有绝世的容颜和财情 却没有高贵的身份 为什么你们都不如我 却可以嫁给想嫁的人 我会写识插花 我会黄旗之术 我是财女 我是诗心 可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你 她骗我 她竟然 负了我 我错了 是我看错了她 这一世春巢 未能摇零行依前去 要往谷修学 也就没有了守望相助的男配角 她已经沦为了黄泉的工具 同上遗世的我一样 只是她拥有着陪贺行的一点爱 而我一丝也没有 我总觉得真相就在眼前 可没想到 真相竟然是这样的 她已经没有力气了 蜷缩在黑暗里 嘴里发着呜呜的哭声 我没有胜利的兴奋感 就如同上一世穿着加冕皇后的礼服 站在我身旁嘲笑的春巢一样 只觉得悲哀 春巢 你的确错了 你错在 千不该万不该 觊觎别人的衣裙 那不是你的 终究也不会合身 一切终于结束了 我可以睡个好觉 爹娘也可以好好活着 相府的几十条性命终于保住了 在旁的英国公夫人缓缓抱住了我 走出英国公府的暗宇 外面下起了雨 裴玄四在一边踢着石头 一边打着伞等我 看到我出来后 瞪着明亮的大眼对我说 父皇赐婚了 以后我也可以叫你舒尔了 她笑得很灿烂 人人都说她普通 可我却觉得 她好珍贵 不久后 春巢疯了 裴鹤行的太子职位 终究是没有保住 英国公夫人 带着诉状和证据 方竹臣带着遭案为此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 点击屏幕上方 查看更多我的精彩小说故事 这种事 其实是 逻辑的事